小瓶 小瓶 过来 师父 跪下 师父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让你跪下 师父 不管你信不信 我手上真的没有什么剑谱 这几年来 我也没有铸成过一把剑 可以说是一事无成 你以为我会相信 当初 我让你把萧赞弄进炉子里 你却故意磨磨蹭蹭 最后还要我自己动手 你就是趁那个时候 偷了我的剑谱跑 跑了 对不对 师父 我 我只是怕死 我要是不跑 万一哪天也被丢进炉子里 我真想杀你的华 早就杀了 我还想着往后 让你继承我的衣钵 结果 的确是这样 今天 你要么把剑谱的事讲清楚 要么就干脆把命留下 我 我 不知好歹 救命 救命啊 可是 先等等 一时半会不会有事 想清楚了吗 我 师父 我错了 你跟我去得通 我把剑谱拿给你 骗我 你只是想把我从这儿引走 你说架话的时候 右手拇指会微微抠起来 即使过了这些年 也还是一样 不 不对 这样的应该是肖子 小锦他 他他不会 你 你到底是谁 师父年纪大了 但眼力还是好的 是啊 你最宝贝的小锦早就不在了 他 被你亲手推进了铸剑炉 不可能 这 这不可能 要是这样 他为什么不说 对了 他当时被药迷昏了 他当然不会说 你丧心病狂 以血亲之人头颅铸铸 铸剑 师娘是你的表妹 想必那个时候也不是真的病死 之后就轮到了孙师兄 再之后轮到了我 你让小锦带我过去 小锦说师命难违 但他是兄长 他替我去死 所以你根本不是小锦 而是他的堂弟 我和堂兄从小就长得很像 是啊 你们虽然不是亲兄弟 但从小就生得像 要是有意隐瞒 确实很难看出来 那天 那天又是夜里 小锦死了 小锦死了 小锦 早死了 原来我最喜欢的徒儿 没有偷我的东西 那 今天你就把命留在这里吧 也算记一记 你那可怜的堂兄 至于剑谱 我自己会去得通慢慢找 不幸找不着 再说 如今也有贵人帮我 你用活人铸剑 活人 活人又怎样 古时候有剑林的冥剑 哪一把不是用成千上万条性命堆出来的 不知是人 还有灵兽 妖兽 甚至连仙人都有 甚至连仙人都有 我这样 又算得了什么 你疯了 今天 就让你们几个 统统变成贵水剑炉的一部分 师父 这 你要 你 你要 你 尤其 情侣 有夢 無召 他也來了夢裡 這 怎麼回事 果然 這真的是一個鎮 鎮成之後 獄主變強了很多 他的精神力消耗得太快了 如果不能停下來 這個人很快就會衰竭而死 已經沒有清醒的神智了嗎 我會抓到 誒 太快了吧 哇 欸這 因為這 嗚嗚嗚嗚 幹 不要 不要 Shit 吃 欸然後勒 就這樣 敲夠了沒啦 啊啊 欸 等一下 哼 喂 這樣下去你會死的 他聽不進去了 哼 沒有用的 就算你回去了一個兩個或是更多 只要找不到陣眼 這個陣依然不會被破掉 孟玉的事 是你搞的鬼 我雖然不屑於計較一失一地的勝負 但你們幾個總在面前話 也很愛念 既然這樣 那麼就有來無回吧 那是 不可能 石灸 追上去 大陣雙回 但他的意識已驚 那支劍似乎一下子就射中了陣眼 難道是那些修行門派裏的人 不香 師父 只能先解決眼前這個麻煩 終於 他瘋了他瘋了 他是瘋了 對他瘋了他瘋了他絕對是瘋了 再見 再見 不 不能這樣 你有辦法救他嗎 你們一定有辦法的對不對 這邊是要選救的吧 選救比較合理吧 看一下喔 工具遊戲怎麼了 啊 我想救他 獄主要是就這麼死了 夢裡會不會有更糟糕的變化 我也不清楚 至少在夢獄裡 從未遇到過這樣的情形 勉強能維持一陣 他大概會醒過來 是否是醒了嗎 回去了楊平 那他還有多少時日 我們又不是閻王爺 哪裡能知道 這種人還救他做什麼 生死有命吧 該回去了 烏兆和剛才那個射箭的 都已經離開了這個夢獄 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看起來很不一半 一開始 穿黑衣服的那位 是不是就是師父說的貴人 法陣長羽的力量 至少目前不穩定 需要到法陣影響外的 衛隨劍如軍門處 再嘗試離開 好 我等一下會去宰 好 好 我等一下會去宰 看 看個地圖這樣嗎 哇好漂亮喔 嗯 白白手 嗯 欸就這樣 他說可以 攻略是說可以觸發 然後觸發 然後勒 好 多謝幾位 我也不是故意隱瞞身份 原本是想著 這種事也沒什麼好多說的 師們不信 那接下來你怎麼打算 大概會去一趟陽平吧 師父他雖然 但總不能就把他一個人丟在那裡 我得去看看 岑莺 啊 今晚有月亮 可以去那個山洞看看嗎 現在 嗯 現在就去 說不定 能找到些意想不到的東西 應該可以 再夠半個時辰 月亮的光就會照在這塊玉板上 在這兒等著吧 好了 真的打開了 是個鑄匠爐 爐火還是燃著的 爐火還是燃著的 最好別碰 我聽說 我聽說有些鐵匠 喜歡在脆火用的池子裡 加進野獸的尿 雖然不是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用 但有人會特別迷信這個 嗯 那加這些有什麼用呢 讓做出來的器具變得更堅硬 據說在斷打或是加熱時也會這麼幹 有些人 早些年很多工匠都喜歡搜集野獸的毛髮 指甲和腳之類的玩意兒 那石門外的那個坑裡 多半是用在這上面的 但我覺得 這個人想要的還不止這些 死了那麼多 貝洛 你又是怎麼知道這些的 加施喜劍 也讓弟子不要整天只知道練劍 有機會的話 多學些其他的 他很推崇營造法式 和天公開悟這類書 這樣很好啊 學會裡的長輩也經常這麼說 看上去全是古代的東西 很多都破損了 這個人註間歸註間 這麼多器皿也不好好保存一下 大概覺得沒什麼用吧 怎麼沒用 這可都是很寶貴的東西 那我之前猜的也沒錯 這裡十有八九是古代遺跡 後來被人發現了 清理出來用於駐劍 可這兒這麼高 很多事情都不太方便 像是運東西 取水 排水 選這裡難道只是因為隱蔽嗎 可能也因為昆仑浴 昆仑所在之地 林立便會比其他地方聚集得多 何況洞口有那麼大一塊 這個人也未必懂這些 但他在駐劍的時候 應當感覺得到 原來是這樣 聽起來很有道理 這兒的劍可真多 都是最終沒有鑄成的 鑄劍的人 大概是在嘗試些什麼 是想打出一把特別好的劍吧 不但好 而且多半是一把特殊的劍 如果只是想得到一柄利刃 這裡廢掉的 未免太多了點 有溫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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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會有溫很高 一定會有溫很高 海產的機場 旁邊的問題 有溫很高 有溫很高 有溫不足 有溫點 有溫很高 封芒碧露 隐有神光 是一把好剑 看来先前的模样 只是障眼法罢了 这柄剑不像是纪念锁裂 气息十分古老 古老 那它会不会 原本就是这个遗迹里的东西呢 它为什么要袭击北落 大概是因为察觉到了太孙 外面有声音 哪里 不算很近 在洞口那边 是萧赞 在山东里住见的真是它 住在附近有精通这个的 也只有它了 说是巧合都没人气 它很小心 小地洞口是有什么风格 只是我们看不出来 但它看了 就知道这里被你发现了 一早就怀疑这叫狗 不跑了 你们追着我干什么 那要问你都干了些什么 山洞里的筑箭炉 你该很熟吧 你说离开渭水 建罗后就不再住剑了 那么多费剑 难不成是从别的地方搬过去的 虽然我不清楚 你们所说的剑谱上都有些什么 但你和你的师父 应该是在做同样的事 你关心印铁山的生死 只是因为像你们这样的人并不多 那种住剑的方法 这些年来一直没能成功 所以你很想看看 自己的师父是否有了别的际遇 在德同 你经常打猎 猎杀到的野兽多半为了炉子 而野兽 只不过是无奈之下的选择 对你们来说最好的 当然还是人 可随便杀个人 就没那么容易瞒过去了 所以你用来买骨头的坑里 人骨非常少 那里面还有人骨 看着狠心 反正不是什么老祖宗的骨头 但这些都只是你猜的 一些骨头又能证明什么 谁杀死的他们 住剑的法子 你说的这些 我都不清楚 你 但至少很可疑 我们要把你送去官府 凭什么 你们先让官府愿意花时间 听这些奇闻异事吧 还是说 你们就认定这些事跟我有关 打算私底下 杀了我 杀人 不 既然这样 你们拦着我做什么 不能让他就这么跑了 虽然我根本没想过杀人 但这种事 这种事 我们还是得把他交给官府 让官府来决定嘛 这么晚了 他又往林子深处跑 我们不能再追下去 可是 听我的吧 先回村里去 都搞不好 一定是 就这种消息 我们看这个 林极 早晨 还能起来 每一位 还能起来 这种东西 到这边 这种冷静 他们 你 你怎么了 是太饿了吗 一时没能冷静 现在 我也不知道是愤怒多一点 还是高兴多一点 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 那我们就能真正地报仇了 你告诉我 物账 你告诉我是不是真的 是 那么 是在鼎湖 不在那里 我去过了 怎么会 有时 我想起从前的事 未不能相信 已经过了那么久 当初的西林 雷祖还在 怀西也还在 我们多好呀 为什么要去管别人的事 西林为什么要做那些 明明有乌之堂 就已经很好了 但是 既然我们决定了那要做 就一定要同等地回报 我绝不原谅 有人把我们随手抛下 就算变成恶鬼 我也要报仇 我要让这个没有西林的世上 永远不得安宁 没有哪一个西林人会原谅 你说 他为什么要救那只辟邪 他不是一直这样吗 救那么多不相干的人 却连自己的家人都救不了 不 这一回绝不是什么不相干的人 他现在的身魂应当十分虚弱 破我阵法的那一剑 只是勉强而为 我之前在渭水剑炉里 杀了一个寄灵族 他并未出现 其他梦遇中也是一样 不管发生了什么变故 他依然不出现 可偏偏我要杀那只辟邪时 他出来了 也就是说 他有一定要这么做的理由 辟邪嘛 我会再试一试 顺便想办法把他引出来 怎么引 他现在不出来 无非是死的人还不够多 五兆 你让我去看的那个老头子 只剩下一口气了 和死了也差不了多少 有一口气已经足够 好 你要带谁走 只不过是做一只血偶 竟然是血偶 那样杀妻灭徒的畜生 难道我还要留着它的神志 萧赛如何能够对付深山里的野兽 对付不了它也得拼一把 它很清楚 我们之中最容易被它的说似唬住的是岑英 哪怕只是一时间 一路下来 它对我们两个肯定会有所顾忌 害怕我们不管不顾 当场取它性命 既然往村子的路被打了 它就只能跑向山里 而且它没那么鲁莽 如果我们不继续追 它也不会再深入 如果我们紧追不放 它仍然有点保命的手段 保命的手段 它脖子上的那串骨链 应该来自于某只非常强大的野兽 不管是怎么得来的 其他野兽 多少会忌惮那上面残留的气息 它倚仗的 也正是这点忌惮 在真正的杀意起来之前 找到一丝空隙 要是能有个稍微安全点的地方躲藏一下 等到天亮 就会好很多 天亮 但是 它能等到那个时候吗 是狼群 你去侧狼群去追它 我只不过把它的去向 稍微透露给了头脑 之后怎样 就看它自己了 我说过了 生死有命 优优独播剧场 怎么没精打采的 我想到渭水剑炉的事 还有其他在梦里遇到的事 一个晚上都没怎么睡着 不是害怕 只是觉得有些东西让人难受 忍不住生气 可有时又想不明白 亏我还以为自己不是那种娇气的人 结果真的只是因为还没遇上罢了 想想也是很没用 会这么想 说明你从小到大都过得不错 是好事 有些糟心事 就算一辈子不知道又怎样 真的敢巧见着了 想归想 想过以后 你不还是你吗 我还是我 别人怎么活 终究是别人的事 没得我们操心 你自己坚守本心就行了 我好像 有点明白了 好了 别顾着郁闷 正好有个事给你做 什么 魔气搜集的足够了 也不如跑一趟燕陵 去把容天仪交给葛先生 好的 我现在就动身 肖赞的事 要不要跟得同的人说一下 万一 可他们都觉得 他是很好的人 也不知该怎么开口 这就交给我和园巫月吧 因为北洛已经处理好事情了 好 我们今天这一集到这边结束 刚好做一个收尾 喂水剑乳的事件 都到这边结束了 那下次开 古剑奇塔3的时候呢 我会先去 喂水剑乳那边做一个支线 然后连去打好几场战斗 然后刚才在那个山洞里面的 山洞里面那把剑 好像真的不能拿 好可惜哦 好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 古剑奇塔3的游戏故事剧情内容 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下来订阅按钮 跟铃铛 记得追踪IG FB还有Twitch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